今月月明 人尽旺 不知秋思落水家 一年有十二度月圆 为中秋佳节的月圆最美 中国人一向爱月 勇之 叹之 思之 赏之 可以说这一轮明月 寄托着人们多少的相思 祝福和希望 曾经是嫦娥英会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而今斗转星移 我们寄行于浩渺的宇宙 我们探月梦园 将神话变成了现实 2019年1月3号的22时22分 玉兔二号完成了 与嫦娥四号着陆器的分离 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 瞧瞧月亮了 说起了玉兔二号 我们来看 这是玉兔二号 在月亮上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送给人们的一份特殊的月饼 其实就是它在月球的表面 走了一个圆形的轨道 说到玉兔二号 作为人类首辆登陆月球背面的月球车 它在月亮上面 已经工作和生活超过600天了 可以说是在月面工作 时间最长的月球车 快两年的时间了 我们看到这只小兔子 依然是活力十足 就连它身上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那颜色也是鲜艳如初 今天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也请来了探测器国旗研制师李玲 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有请 我发现李公一上场 这手里就像拖着个宝贝似的 这一定和您的设计有关 李公我听说了 在这个探测器上来研制我们的国旗制作 和我们地面上大家普通看到的五星红旗是不一样的 它在设计上是有着众多的难点 今天李公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也为我们揭秘一下 好的 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探测器的国旗和地面上的国旗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是材质不同 这是玉兔二号上携带的国旗 是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材料 航天特种材料 像有一点像锡纸那样的感觉 对吗 对 它有极佳的耐温性能 还有抗浮照的性能 就是为什么它采用这种特种材料呢 这就是第二点不同 地表呢 温差一般就是几十摄氏度 但是在月表呢 温差很大 对 超过三百摄氏度 那么它就是温度环境是不同的 第二呢 就是它的紫外浮照的环境不同 月球表面的紫外线 那就是比地表要强的更多 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有衣服 挂在外面时间久了 是会褪色的 是的 是这个意思 用普通的材料 可能就是变色 挥发 变形 这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呢 月表还有一些电力浮照环境 还有呢 月表是一个真空的环境 这和地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地表要苛刻的多 所以说呢 咱们就是根据 月球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 采用了特殊的高科技的材料 做成了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那我想知道 当您透过电视机 看到了玉兔二号身披五星红旗 行走在月球之上 您的感受一定不一样 非常激动 整个团队都是欢呼雀跃的 另外呢 就是也放松了 相当于我们是圆满完成了这个探测器上的国旗的研制任务 我们看到了航天五小事 处处是科学 九月十二号 我们的玉兔二号受光照自主唤醒 开始了它第二十二月昼的工作周期 在这个工作周期当中 它的主要任务是探测两个撞击坑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有幸请到了 中国探阅工程副总指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副总指挥 国家航天局探阅和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先生 来和我们聊一聊小兔子在月亮上的生活情况 刘主任好 刚才我们跟理工聊了很多咱们探测器上 国旗的设计和制作的话题 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小兔子最近的生活情况 玉兔二号应该整个在月面上工作非常好 能量也平衡 行走得也非常稳定 同时呢 它和我们的雀桥中继星 和我们的着陆器 一直和我们的地面 通讯面入也都非常正常 是啊 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并且关注这个小兔子 没错 刘主任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玉兔二号为什么要探测撞击坑呢 这一次我们的长四号着陆器和月土车 应该到了月球背面的 埃克坑 盆地 冯坎门撞击坑 这个坑应该是太阳系当中 历史最古老的 最深的撞击坑 它的科学研究意义非常大 不仅仅能够研究月翘 月曼 以及相应的物质成分 还能够去探测地球 月球 还有宇宙的整个演化的历史 其实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 玉兔二号有很多的粉丝的 他们非常关注玉兔的点点滴滴 很多网友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说超过六百天了 我们发现玉兔二号在月球表面 走了五百米 这和地球上小兔子的奔跑速度 好像有着天壤之别 你们也有这样的疑问 对吧 那今天刘主任来了 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在月球上 玉兔二号六百天走五百米 它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水平 应该来讲 月球车 我们的月球车可以走得更快一点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科学探测 因此有的时候这一个月轴 可能月球车就停在一个地方 进行物质和其他方面的探测 玉兔二号当时我们对它的行走 也确定了一条原则 要活得长 探得多 我也祝愿我们的着陆器 我们的玉兔二号月球车 能够活得更长 更久 带来我们更多的科学数据 后续我们还要开展小行星的探测 火星的取样返回 木星及医院的探测 以及太阳的探测 这些任务难度都非常大 挑战非常多 用我们大家的力量 用我们和国际同行一起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我们看到了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 让我们的目光在太空当中 可以放得更远 从笨月的神话到太空网红 探月工程叫嫦娥 空间实验站叫天宫 还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叫北斗 可以说这正是一代又一代 勤奋而浪漫的航天人 让我们感谢 感谢他们的执着 感谢他们的创新 感谢他们的实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担当 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们 他们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永攀科技高峰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做着不平凡的业绩 他们背对繁华而面向未知 他们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